我會跟你說我現在沒辦法處理 因為這部分其實不是只有發展局的問題 對啊 是杜發局那個藏頭髮那個他去搞 對啊 就是他在搞啦 不是他搞 新聞都看到啦 他的問題你要回答還是要三個 還是先 我們再回答 他是第一個 他是第一個 第一次發展 對 我們尊重第一次發展局 對 各位鄉親民長大家好 就是我是住在大道旅程 那因為其實對廣執這個案子也很關心 那只是因為我其實看了今天的一個簡報 我會覺得是說就他們的一個規劃 我個人覺得是綠地跟停車其實都有走中道的一個方案 雖然剛剛聽了很多鄉親長輩他們覺得說 100個停車格好像太少 可是其實這100個停車格其實只是暫時的 變成說以後未來如果廣池這一塊地區要開發 其實今天你如果有 就算給你300個好了 也代表說你未來開發 你這300台車其實都要被移走 那未來移到哪裡去 其實就要等這個地方開發完 如果他開發4年5年代表未來 這300台車其實未來要去哪裡都不知道 那當然如果他在施工 周邊也一定沒有辦法開發給大家去停車 那當然就是只要有供給就會有需求 意思是說只要大家會覺得這個地方停車很好停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那我剛剛去買一台車好了 就是本來可能因為你常來這邊 你可能會常找不到車位 所以你比較不太會敢開車 可是因為今天這邊很好停 所以你就會想要說那我就今天把車去停還是這裡 那所以剛剛我也是回應剛剛大道理理長 就是有講到說到底有多少停車格才夠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牽涉到大家怎麼想說 如果今天覺得這邊很好停 我就會想要去買車 就想要開車來這裡 對所以總歸一句就是 雖然我也覺得要留那一棟平宅很乖 可是我還是會覺得說至少 如果在現在那棟平宅沒有辦法動它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案或許是大部分的人應該可以接受 雖然可能有一些人還是會覺得說 他們的訴求沒有被滿足到 大家來講 謝謝 我想我們這個計畫案 大家從頭到尾都是在吵了一件事 就是說量體太大 那房子那麼多 30棟 你說很多很多 我跟你講 這棟如果保留起來 還要去35棟 32棟 對不對 因為基地面具又縮小 所以這個地方本來六分之一 本來是六棟要保留一棟 所以這個如果保留下來 未來原來計畫要起富的 接下來要改更高 問題更大 至於說 剛才說那個要保留 文資會說 那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師規劃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偉大的建築師叫什麼名字 你們都不知道 這個偉大的建築師 對吧 只要你知道的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師 你知道我知道 三不轉路可以轉 這個東西就會轉掉 這個偉大的建築師是誰 難道是蔣中正嗎 我也不知道 對 這個水哪一個偉大的建築師 所以我一直說 哪一個人提案人 請你出來講一講 不要偷偷摸摸 什麼時候 跑了一個人 跑去提案說 這個是偉大的建築師 所以我們這六棟要保留 因為原來就有規劃 這個 原來的都發局最早的規劃 就有一個房間 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記憶啊 像那個 放影片啊 放一點資料袋啊 這就很夠啦 為什麼還要再保留 至於說 這個地方 我是建議 現在 綠地跟停車位的問題 我建議 你把這邊 目前這個 96項這邊 圍裡拆掉 請你施工在這邊進行 車輛的回轉啊 工程 在這邊進行 而不至於在這邊進行 那你在進行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綠地 就可以當成停車場 經過你這麼一般折騰以後 這個地都平了 這個將來又變綠地 因為這是臨時性的綠地嘛 所以你在這一塊 為什麼要 工地基地那麼大 結果在這邊擠在這裡 你施工 對不對 你這裡這個圍裡拆掉嘛 事實上我告訴你啦 這一塊其實我覺得 關係最大的還是 大道裡跟中坡裡 所以他們因為他們這邊 其實才是真正面臨這一塊地的 要住 所以我都建議說你的施工啊 那個工地 是不是把它弄在這裡 那你那個完工以後 這個就可以檢疫的綠地 還更好做 就檢疫的綠地 所以未來我們臨時性的綠地 就變擴大 反正這個就是臨時性的嘛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這樣 你也好施工啊 很好施工喔 坦白講我今天不太懂我的意思 因為你這邊沒理的嘛 因為我要拆房子的時候 我怪手就要在這邊 我怎麼可能 對啦 我這樣拆這個工具 工具都會在這邊 所以我才說我不太懂 你的積蓄啊 什麼都要調度啊 積蓄就直接就進來了啊 我根本不要動到這邊 不是更快 對 阿委的意思說 你需要有一些調式的空間 我理解你的意思 好不好 你不要客氣啊 你不要坐在外面 那個 這位 這位大哥 因為他問了兩次 所提議的請站出來 那我所知道的 我也去會看了 那因為我有被人家誤解 對 實際上 提議的社會局在這邊 提議的是 不是大人理的 你問了兩次 提議的 他就沒來 你叫他怎麼講 你懂你是他 那個大哥 他沒有在現場 你現在誇張 回來下次有機會 對你要講 我第一次說是這樣的 沒有第二次發言 我最後 我最後一次發言 最後一次發言 簡單講 剛剛在講 行車會 一千個也不夠 我剛好電視上大家看過 那個 那上面排隊 漏夜排到天亮 對 我不希望發生在我這裡 所以我 我要算算看 滿足我們這些大道理 這幾個力 我不用排隊 說半夜有搬板凳 還要搬堂椅在那邊弄 所以我剛剛聽到科長講那個話 好像今天講完就要定案 因為你們不辦這個說明 你們不能動 你們不能發報 所以我故意折騰就會把你們延後 所以不能 今天這個不能定案 我希望 在座都希望 至少你要算一算 我們滿足我們這些可以 停車嘛 我們 我不要半夜排隊 你去里長 半夜排隊誰啊 所以不能這樣子搞 所以我不是一百個夠不夠 一千個夠不夠 不是 你算一算 可能兩百三十五個剛好夠 三百二十三個剛好夠 那你就用這種方式 我就批責的 我們願意大家共襄盛舉 讓你把事情順利推 叫我半夜去排隊 排什麼排到天亮才 終於輪到我 不可以這樣子搞啊 臨時 我告訴你將來是將來 如果以這個廣執開發 三年五年 你知道三年五年 我九百塊的罰單 可以累積 我可以買房子 九百塊 一張九百塊啊 你知道我最近 兩個月我收了五張 我能夠賺多少錢 可以花那五張 不可以的 所以你要五年 那你再代表我要收幾張 不能這樣子搞 所以有停車會 我很高興 我來了 我飯也沒吃 我就要聽過 聽到停車會三個字 我管你怎麼猜 我聽到停車會 我就很高興 結果弄成是這個樣子 一百個你問問在座 現在點一點就不止 快要一百台了 現在在座已經有 又占多少了 有沒有車我不知道 每人要一張停車正好了 你看看這幾位 很簡單的一個思考 根本不用去 去推估說 流量什麼 交通就要去規劃 沒有規劃 點點人頭 我就知道有幾台車要放了 對不對 里長你說 是不是應該 我們比明 被你們說 這個開發會 會有一些干擾 至少回饋一點 就是這個東西嘛 我要的就是這個 好不好 所以要多少停車 不是拆幾格 是大概多少停車位 用這個方向來規劃 請科長幫我們爭取 這種規劃 說我有一個停車位 我願意繳錢 好不好 謝謝 但是不要排隊 唐魚當然唐著 謝謝 我們來是 那 我可以跟各位抱歉 大家擠得這麼小 因為 因為他很倉促 不要借大人 送他可能沒有 沒有那麼快 大家體諒 那至於拆除這些 請杜瓦奇也接受我們建議 拆除如果一個 開工的說明會 是不是大人禮辦一場 大道禮辦一場 就分散一下 有這個開工的 將來將來開工 讓我講一下 各位大哥 我現在講了 因為你講了 我也講到我的痛處 跟各位擔心 我們一直都在爭取 這個停車位 希望你們有你的困難 這邊要綠化 這邊要停車 我希望你們 也體驗大家的心聲 因為那一次來慧剛 文化之才的我有去 他沒有在現場 那我意思是說 停車位我們最近 福德街八十四項 樓庫設計轉彎的地方 被人家開罰單 他們就來找 我拜託 張茂南議員的主任 陳立委主任 總共來匯康五次 還被人家說 這是里長去檢舉的 我實在是很煩惱 議長不可能拿石頭敲自己的腳 也請各位在場的 有人這樣講 你跟他講說 里長絕對不會這樣做 如果這樣做 里長可以不要幹 有正確里長不要幹 這樣好不好 另外 另外就是說 這個停車會也拜託杜花局 你看大家的需求 不要因為一個人 他提了文化制裁 現場會有去 一個人提會 受這麼大影響 盡量朝一百五一百八 盡量好不好 盡量去想想這個替大家 好好不好 我們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回應一下 借這個機會 因為廣時公園的開發案 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台北市沒有說 有公園變成廢掉的 不少公司 你起碼要保留完整的公園 為什麼好市長 那時候有個公園 商業用地 社會用地 那時候還誇獲是說 亞洲最低的 可是他起碼有 再怎麼變更 他考慮當地這麼多老人 在杜花局 你們早上五六點來看 隨時來看 都一大堆人在那邊 那你們將來兩千八百五公園 變成零碎的空地 那我跟各位報告 我會發動連數 另外我們這邊 也跟杜花局局 這邊的同仁講 他們也是上班的 我們的信證要表達一下 我們會堅決的看真到底 起碼你要保留一個完整的公園 這樣子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所以希望在座的 我希望我們跟杜花局 他也是我們的同胞 我們不是跟他對抗 我的里長的出發點 就是替大家 替大家就是爭取公共的福利 絕對不會去扯李明的後腿 這一點可以保證 對 另外就是說 尤其在座的人 不要 因為台灣人 開飛越前 你去就好了 有時候開了幾十幾 大家一定要為自己 為下一代的子孫 老人家沒有地方去 真的很可憐 我們記者 老人家 連小孩子要玩的地方 都沒有啊 對對對 我還沒講完 都是小孩子 謝謝有共鳴 這個大姐謝謝你 我意思是說 我們大家來爭取 也請杜花局長 為什麼好市長 那時候有三月用地 那你柯市長 現在正夯 你們如果去衝撞他 喔 報紙每天來找你 那一次 這是奇怪話 我們也請杜花局 提亮大家的公園用地 沒有一個 你看博愛國小 新亞國中 那個豪宅旁邊的公園 他們不敢去動他 真的喔 那個 那個旁邊的豪宅不敢動他 柯市長 你如果敢去動豪宅的豪宅裡面 去公宅 我們這邊 不爭取公園的 好不好 我還跟我講 旁邊新亞國中 你們都把它做一個示範 先蓋公園住宅 那邊可能也有大概一萬戶 那邊蓋起來 我們這邊 不條件 棄手投降 好不好 好 不能喔 世子飄軟的吃啦 那個 不總共不好見 我今天不是在跟你對抗 我意思是說 我也背了很多牙 你知道嗎 我被人家開罰當 人家就來罵我 是里長去檢舉 真的天地良心 我為了大家正局都來不及了 我哪擺帳也不能跟人家打架 真的大家都在抹黑我 一部分在抹黑我 好不好 請大家來替我 善良人沒有幾個 那個還有沒有人要發言的 對對對 還有沒有人要發言的 就是我們要公園要連署 請大家一個 起碼找十個 那十個再去找十個 好不好 是為了大家 大家團體不要 福德地區 被克批看頂的 好不好